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拍纪录片就能当阿凡达卡 所以还是说星爷的那天咱们聊西游记聊得很深 所以西游记不同的人真的是可以有很多理解 而你竟然真敢没有看完过西游记呢 是没有重逃斗尾看过一整片 但是都是片段片段的 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们 你知道我们粤语长片有没有看过 粤语长片多了 对广泽这个TVB什么后半夜都播那个 对啊对啊 那个我们就是五零年六零年 大家已经有这个粤语 西游记的粤语长片了 你的如来神掌就是那个粤语长片里的 对 如来神掌是粤语长片的粤语长 但是还有很多西游记的什么白骨精啊 鸡猪精啊这种粤语长片了 那个时候小时候就是一开始就粤语长片 然后就看书 但是看书了好像粤语长片更好看了 回去看粤语长片 这个书很复杂嘛 那个小那个时候很小嘛 就很多字都看不懂啊 他还他还是这个文言的半文半文 这半一半的 显得挺文言的 哇就还是感觉这个粤语长片比较 这个然后就很多都是从粤语长片里面 这是第一个性象啊 就是尤其是那个呃 我近性象的比较深的就是这个这个 苏文空无他72遍嘛 72遍 他的能力是应该是最大的 他要干什么 他一个跟斗要走多远啊 十万八千 一万十万八千里 但是呢他跟于来去对抗的时候呢 就是他无论怎么样 他跑不出于来的手下 他打了很多跟斗去了一个地方 没有了 我已经完全是没人可以跟着我了 但是有有五个山 其实就是于来的手 我就觉得不错 他还在里面撒几个尿 他就说老酸豆到此一游 最后的鱼来 就让他看是不是这个 这泡尿 其实你都在我的手 这种就是 在我最小的时候就觉得 哇这个太棒了 这些情节 是这样子 你从小是算是好武 不好文 是吗 也可以说是这样子 都是喜欢跑一跑去 到去玩这种 就很有英雄情节吗 也有的 是吧 也会练武功啊 这种 对 他还教梁朝伟练泳春呢 听说 这个没有 我们一起研究 但是我不是叫他 但是他真的你看 跟王家卫拍电影 还就不一样 我听他们讲 王家卫拍这个一代宗师 叫来那个编剧 这资料就这么厚 就做多少年的这个功夫 你看他西游记都没看完过 这是有意思 但是你们俩 你们俩可能有一个相像的地方 都是剧本没什么用 是吗 演员不知道该怎么演 就全是现场决定 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剧本在这 但是通常在在演出的 的哪一颗 就把这个东西都放在 都放在一边了 其实这是香港电影的特色 所以香港的电影的这个思维 就在这一点上 跟大陆很不一样 就这个思维 不是一个本质式的思维 是个导演看现场 他的一个视觉上面的东西 他的一些的临时的想象力 会决定了他的很多东西 而不是那个本质 所以但是这样的 是不是容易跟合作的人 会不高兴 你让别人往往会很难做呢 我看应该也 也会有这种情况吧 但是也得说 这个也不是每一个香港的导演 都是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很个人的 这个其实这个导演的方法 就是当然正规来说 是应该有一个本子 就很简单了 就是大家都是 这个东西里面就是最好的东西了 已经写在里面了 但是我常常都认为 我花很长时间把东西写在上面 但是还不觉得它是最好的东西 还可以再好一点 所以常常都会 大家知道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就不看 我们再试试 是不是有更好的效果 还是更好的东西 可以做得到这样子 但是这个是很个人 我认为 你觉得你像演艺圈 有人说你不好合作 甚至对你有一些说闲话的 是因为你的这个原因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 有时候我也不明白 就你也不明白为什么 他们觉得你不好合作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当然你会有 这肯定会有人觉得你是 很难合作的人 不好合作的 但是也会有人觉得 是很好合作 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我认为 有些人 就是因为这个 跟你结了什么仇吗 就会说 或者说以后 就不可能跟你 再在一部片子里 有合作的 这个就 没法说 那怎么办 所以还是星爷 你知道我 我为什么 我不是故意要问你 这个问题 我是觉得这件事 挺有意思 你看他们就问这个黄渤 问这个文章 就类似的 都问他 说他能合作吗 这黄渤就说 好像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 对 然后呢 这个黄渤的文章都讲得很好 黄渤说 我觉得我适应的挺好 然后文章说 这是他的电影 他当然有权这么做 也说的很好 你知道就是 有的人啊 在一个圈子里 不光是电影行 哪个行都这样 这个人呢 可能人际关系 人缘特别不好 但是这个人只有一样 就是他出来的东西 是好的 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 你他 你是想说他也是 人缘很不好 就大家又要这个东西 要认 我坦白来说 就好像我 就你看我一说激动 不是说我自己 我坦白来说 比如说我认识另一个 好像江文 对吧 也有些人觉得 这个是不是 这个人就不太好合作 是吗 实际上我就觉得 他能出好的东西 跟别人眼里 他的一些个怪癖 是有关系的 他最认真的 就他最不放过 就是我没有过 我自己这一关 我就不行 一遍一遍再来 我就不行 或者说 对的确 昨天我们都说好了 今天我们要这样拍 说实在的 一般人呢 不会为艺术 牺牲到这个程度 就好比说我 如果导演 大家都来了 都已经这样了 我就那就拍了吧 拍了实际 是对大家负责了 对人情世故负责了 但是对自己啊 就辜负了自己了 其实一个人 如果你老这样做呢 你的东西啊 总是差那么一点点 你反过来说 另外一种人的选择 就是我把你们 都得罪光了 我也要我的那个 只要条件不好 没达到我的那个 今天不拍了都可以 所以你看 往往这样的人呢 他自然人缘就不好 你觉得我这么说 有道理吗 对 完全是有道理 因为就举个例子 譬如说一个镜头 譬如说啊 我就说拍电影的时候 一个镜头 你就拍了五十个 NG了五十个 那你看 大家会怎么样想的 肯定会有人就觉得 哇 这个导演就是很麻烦啊 他是疯 他是疯子 他干嘛拍五十个NG 最后他还可能用第一个 你知道吗 对对对 你这个布施风子是什么 是不是啊 有人可以这样子 肯定有人这样子想的 但是也可 也肯定有人会想 哎 这个导演 他有要求 他是一个最负责任的导演 是吗 他干嘛要 就是 这个好啊 是吗 这种态度是非常好 相反 假如 你拍个镜头 一take 一个就OK了 OK 可以了 肯定就很多人会很喜欢 哇 哇 太好了 这个导演非常准确 是吗 他非常知道自己要什么 他就不浪费时间嘛 马上收工了 走了 可以 对 多好啊 但是也会有人觉得 哎 这个导演 他有求不是那么的高 嗯 他就比较随便的 就OK了 OK了 快点 快点 这样子 那你看 都是 总是有两方面的 无论你怎么样做 都是有两面 是吗 有人说 哎 顶呱呱 但是有人说哎 这个不行了 你看 你看是吧 为他这个人缘不好 找到了很好的解释 哈哈哈哈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回清水湾 过不一样的冬天 亚居勒海南清水湾 慕尼黑沙滩啤酒 狂欢节 盛大器木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入的极枝水 汇圆酒精 年份丸江 五井共酒 地球上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都在追寻的地步极 欢乐极 北北二十路 关南湖海口 多季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极 马龙白兰度在好莱坞人员非常糟 他糟到什么程度 糟到那个时候 他们要拍教父的时候 哥普拉就说 这个要马龙白兰度 要找他演 但是电影公司 整个拍拉蒙的 就是千万不行 你只要找他 我们就不投资了 就不拍了 然后闹了好久 然后最后找了 还是要找马龙白兰度 因为他人缘很糟 但你想想看 假如这个戏 不是马龙白兰度演 教父那个角色 不是他演会怎么样 你就没办法讲 舒淇怎么样 这个才是我们跟你做三集结果 终于重点现在就出现了 我们就不浪费时间了 舒淇好 舒淇确实是好 好在哪 好在什么地方 人很好 演技不太好 人好比较重要 人很好 演技也好 演技当然好了 你身为演员 就是你看他们演戏 你会觉得就是 有演的不好 或者说觉得我能演出来 但你们演不出来的一种感觉吗 在过程里面当然都有的 我觉得 过程里面你知道都是有时候会 我想这样 他们说是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 是这样 但是他们也会跟我一样 就觉得不是你这样 是我这样 文道你看你是 知识理解 对你是研究电影的 不是 你说这个星爷 他这种魅力 他就是有魅力 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 我就觉得他很有魅力 他这种 我用语言没法形容 他的喜剧 他的表演的那种 非常快的反应 或者是非常快的美反应 他有他自己 你觉得他那种独特的东西是什么 你能形容 其中一个就是那很多吧 我想 其中一个就是上次我们讲的是那种节奏感 就节奏感是怎么样 比如说大家在一群人在对戏 节奏感 对戏的时候 本来有个正常的 就我觉得我说了这句词 我做了这么一个动作 接下来你该大概会怎么样 但是他的给出来那个反应 或者是慢半拍 或者是快的半拍 或者是走了一条岔路 就是整个那个节奏感一下掉开了 那就有点掉链的感觉 他的很多的那种喜剧效果来自这个地方 那为什么上回我说自嘲也很重要 就是因为那种自嘲 有时候也跟那种掉链是有相互关系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当年他演《赌神》的时候 有一场那个很多人不觉得是自嘲 但对我来讲也是 就是他一个像当年的所有的港式英雄片一样 披着一个大外套 那个小马哥 妈哥穿的那个外套 然后进来 然后以前的港产片都会给一个慢动作 然后怎么样脱外套 然后他的方法就是他走慢的 他自己活人慢动作那么像 但其实这也是个自嘲 这一方面是个自嘲 就是自嘲是这种电影的传统的拍了十几年的拍摄手法 笑话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在反英雄 第二呢就是这也是个off 就是那个节奏感 就忽然来到这怎么一下这样 节奏感很重要 你是这个不想自知 就知道这个东西这么演会好笑 还是你是反复的试过多次 才知道这样演比较好 都要反复试过的 反复试试的 而且你刚才讲这个反英雄 也让我 你觉得现在我们有一个时髦的词 叫屌丝文化 你你知道什么是屌丝吗 屌丝就是我大概知道的 屌丝就是 我觉得这个文化里啊 早期也有他的电影里的这个影响 影响那种影子 这种东西你是怎么得到的 你说屌丝 你不是你早期的这个搞笑的里边 很多这种草根呢 好像属于这种 就像他讲的反英雄啊 这样的一种搞笑的这种桥段 你觉得是香港人开的玩笑里本来就有的吗 嗯 我也不知道 我 真的啊 这可能是我比较 你说 比如说草根一点 那我这个是我比较熟 熟的事情嘛 我就是草根嘛 所以你就当然做自己比较懂的事情了是吗 嗯 啊 像我们说的某类头啊 呃 无厘头 对对对对 你对着无厘头怎么理解 呃 也不是很懂 呃 反正无厘头的意思就是 呃 通常我们说无厘头应该就是没理由的是吗 嗯 嗯 就是 对没道理的 对不知道为什么的那种是 是 大概是那种吧 嗯 呃 我也不觉得自己是 非常的无厘头 是有一点无厘头的其实 但是 呃 搞笑的方法其实 就是 就是 我的方法吧 就是一些我的方法 我想的东西就是这种 那但是大家 觉得 是无厘头也好 呃 有厘头其实也 OK的 最主要就是它的效果是怎么样 大家是不是觉得好笑 嗯 这个很重要 还有 你看 梁兄他果然是专家了 嗯 他刚刚说这个 这个节奏的问题 嗯 哇 我觉得真是 你不是专家怎么会 呵 怎么能知道这个节奏的 嗯 的重要性 嗯 其实我们就说一个 一个对白也好 嗯 以至于整个电影也好 嗯 其实都是一个节 节奏感 嗯 是影响最重 很重很重的一个 一个情况 你的节 你的 你不同的节奏 你就有不同的效果 嗯 整个电影好不好看 嗯 也 取决于他整个节奏 究竟你怎么样去安排他整个 什么节奏啊 怎么样慢 嗯 对啊 从开头到尾 对 一个电影 对 哇 所以啊 梁兄 真是 哎 你懂不懂 所以 哈哈哈 节奏 节奏感 是高人才能有的感觉 各行各业啊 达到艺术的程度 嗯 其实里头都有个节奏感 对对对 节奏感 是吧 你感觉相声也就是 相声 嗯 这个最后抖包袱 是吧 这就是节奏感 这短 别看同样是个笑话 他短半秒钟和长半秒钟 说这个话 就完全不一样 中间沉默半秒还是沉默一秒 笑和不笑 就天然之病 对对对 这个东西真神秘啊 对对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新世代青睐 新世代青睐 行动开始 风宫伟业 穿好过 杯酒城府 江山地 低醉酒多 风谷酒亡 星爷的这个西游降魔 咱们终于现在他有一些剧透 咱们可以现在看一看 他在拍片现场的这个音容笑貌 你看 所以他跟每一个做示范 你看到没有 我说这个人还拍这么细 他一个人全演完了 这真了不起 见到舒淇了 这叫功夫 这是脱衣 不错 起踏舞的吗 我来很好 这是群众演员了 群众演员 你教厂功怎么摆机器 是吗 琴娜 舒淇也看到了 这是采当呢 这是什么 这就是教舒淇那一段 是吗 你还要教猪演戏 是吗 这个好玩 好玩 你喜欢拍戏吗 很喜欢 你都看到了 你刚刚看到我多么的投入 是 你看我叫舒淇的时候 是不是更投入 对对对 哎呀 这是第一次跟舒淇合作 是吗 对对对 为什么以前不找他呢 以前 没机会啊 就是你要 你看我 我要几年才拍一个电影 然后你看 对 你可以的时候 他又没空了 哇 这一次真的 哇 他也有空 哇 这个我觉得太 主要他不是有空 是有你 说七月份很崇拜他嘛 星爷这个江湖地位 摆在这的 对 所以人缘不好 大家都能原谅 不 其实是因为我人缘很好 所以舒淇姐 他马上就 过来了 他这么解读的 为什么你刚才讲 几年拍一个戏 你这么喜欢拍戏 那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 拍一部戏 那有时候你就想的 你不觉得他是能拍的 你就还要再想一想 但是有时候我们也是 同时间也有 想几个举本的 就是看 每一个先发展出来 对啊 所以出去的东西 有几个 看看谁人 因为有时候 也不是我们自己说了 算 也是要投资者啊 还有其他的配合啊 演员啊等等 所以 你现在会不会觉得 在大陆 要给大陆观众看 你整个讲笑话的方式 这个喜剧文化不一样 我 其实我从来都是 都是那个 那个style 就就没有太在乎这个 我没有 也没有一个